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 10月8号下午 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 听取对当前经济形势和下一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座谈会上 罗志恒 周祈仁 黄瑜 张明 张水利 尤伟 周勇 佐丁等先后发言 大家认为 面对复杂严峻的外部环境 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稳中有进 近期出台一揽子增量政策 市场预期明显改善 大家还就推动经济持续回升向好 提出意见建议 在认真听取专家企业家发言后 李强说 习近平总书记前不久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的重要讲话 为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经济工作 提供了重要遵循 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 统一到党中央的科学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 有效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突出问题 持续提振发展信心 李强强调 各方面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抓紧落实好一揽子增量政策 对已出台的政策加快实施 确保早落地早见效 对正在研究的政策 尽快拿出具体方案 跟踪评估政策传导效果 该优化的优化 该加力的加力 同时 结合谋划明年经济工作 研究储备一批稳经济促发展的政策举措 根据经济形势变化 适时推出 要切实做好筑企纾纷工作 坚决治理乱罚款 乱检查 乱查封等问题 李强希望各位企业家 扎扎实实把企业办好 在开拓市场 稳定就业 扩大投资等方面积极作为 希望专家学者围绕经济运行的新情况 新问题 多提前瞻性建设性意见 吴正龙参加座谈会